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你还好吗? 从头到脚都是冰红茶 你的粉丝怎么这样? 不说别的,就说王一博的代言 只要是有心的 必然是一波黑子仙来展开公示 一顿瞎喷 这次王一博代言冰红茶 又出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魏官宣 广告宣传飞满天 各种地管海报遍地都有了 却在官网一点动静没有 这波操作着实让人看不懂 却也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毕竟魏官宣的理由也许就是最好的反向营销 终究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可是最大的看点不是别的 而是王一博如今的粉丝群 他们因为好久见不到王一博 已经思念成疾 乃至有点狂狼到了一定境界 各种辟图玩出了新高度 之前我们真是不知道 王一博的粉丝如此疯 如今看到后 真的有点想说 的确有点冒昧了 确实都是人才聚集区 王一博 你还好吗 在看到你满身都被挂上冰红茶的那一刻 我们都在想说 这孩子估计看到了 要气爆的节奏 你在努力搬砖 不想抛头露面 只想提升自我 用实力说话 终究你忘记了一点 你是一个坐拥千万粉丝的偶像 他们知道你努力 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各自安好 互不打扰 只是这个互不打扰 着实有点惊叹 这群粉丝真的这么猛了吗 你们辟出的神徒 确定不是黑粉该干的事 为了让王一博的代言这么出彩 你们真的煞费苦心 你们不知道王一博的代言 从来都是用实际购买力来说话的 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宣传的呀 难道粉丝还需要加带私货了吗 思来想去 估计是因为太过于想念王一博了呀 毕竟已经三个多月不见人了 拍个戏 一点路透都不给 路人不知道地以为人间蒸发了 知道地反而对其产生相思承载的现状 只想说 王一博 往后别这样了 看把你的粉丝给整得 适度一点 没事放点新鲜物料出来 一点都没有 这群人都已经疯掉一样 看看你在他们心中 这些图足够说明一切了 各种宝宝图 各种呆萌表情 各种卡通形象 也就忍着笑看一下 可是 这满身都挂着冰红茶的图 着实有点赖眼睛了 这都是什么 为何裤子上挂满冰红茶 头发上也有 衣服上 手里 脸上 耳朵上 看到这些神图后 第一反应 这都经历了什么 王一博的粉丝 你们想干嘛 王一博本人知道吗 甚至连品牌方都开始互相推荐 支持应援一样 配合着P图起来 果然是盈利的方式 与众不同 王一博 你还好吗 终究有这么一天 你自己也没有想到 会沦落到现在 粉丝在你不出来营业的日子里 如此的肆意妄为了 你的裤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只剩下一瓶冰红茶帮你卸火了 好了 不多说了 说实话 这些图看起来还挺逗 没事多看一点 心情反而乐开了花 只想说 王一博的损 都是被他的粉丝夺干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